我們進入第五項的議程 亦都是討論及表決 關於高天次議員 在2021年5月24日 提交的要求尊位辯論公共利益問題 召開全體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易決案 請高天次議員作出人介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最後提出這份辯論論議 基於公共利益而提出 辯論議題是 公共行政隊伍中 存在著相差很大的兩個群組 分別是屬於公職金和退休制度的工作人員 有甚麼補救措施 盡可能使這兩個制度的工作人員更接近呢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越在權利和福利方面 受到歧視的情況越來越多 除了社會經濟發展日趨複雜 工作人員的工作責任和一般特別的義務都在增加 百物騰貴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和工作都是影響生活品質的因素 屬於公職金制度的工作人員 屬於公職金制度的工作人員無權租任政府房屋 因為法律不允許 多年前 當局曾承諾收法 但至今仍未見當局有任何行動 消除這種歧視 前任行政長官曾承諾研究預留土地 為保安部隊和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興建宿舍 我們對有關的研究結果一無所知 大部份屬公職金制度的前線工作人員一旦脫離公職 就無權像退休金制度的工作人員 收取家庭津貼、年資、獎金和房屋津貼 即使屬於退休金制度的工作人員 亦受到法律的嚴重歧視 尤其是在15-2009法律中 效力追溯至2007年 只能涵蓋部份的工作人員 並排除在200年至2006年期間退休的工作人員 屬退休金制度的工作人員 在臨時服務時間的計算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很多工作人員都希望在實際服務時間 滿20年後就可以退休 但當局仍未對這個訴求作出考慮 這些就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社會的穩定和安定 是關乎立法會能否發揮它的功能 以幫助恢復正義和消除上述所指的歧視 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這個辯論導致 多謝大家 谢谢大家